在观察中共十九大的同时 当然全世界的目光也不会放过北韩 在这段期间的任何动静 而我们则注意到了这组看起来怪怪的照片 你看看一艘大船上面扛着另外一艘军舰 他们在干什么呢 这艘军舰可是赫赫有名 它是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驱逐舰麦肯号 八月份它就在新加坡的外海跟一艘货轮相撞 成了全世界的头条消息 撞了个大洞之后当然开不下去 必须一路要扛回日本的母港进行大修 谁来扛呢 运送作业就由这艘由邮轮特别打造的 所谓的半潜舰工作船来担任 有趣的事来了 这艘船的名字叫做财富号 虽然属于荷兰的一家公司 但却是当初不折不扣中国人所制造的 因此这下中国大陆的军事皇民那可乐了 他们的行动是 你看中国人轻轻松松的就抱起了美国的军舰 丝毫不把他们看在眼里 当然这只能当作笑话来听了 在全世界的军业当中 美国人仍然是第一名的 而且此时此刻无数的精锐舰支 正在太平洋地区集结 就生怕北韩闹事 其实接下来我们要告诉你的 不仅在水面上 水底下这场霸权之战 更是进行的非常精锐 最近日本才刚刚下水了 非常精锐的他们的又一艘潜舰 日本虽然目前只有18艘潜舰 不过各个战力非凡 不过全世界来看 你知道潜舰最多的国家是哪一个 想象不到吧 竟然是北韩 80艘 我老天爷 真的那么可怕吗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是非常老的舰支 而且盾位很小 甚至只有200吨 而且炒得不得了 不过北韩人还是非常骄傲 而且他们准备未来要打造新的舰支 由此来看 美国 日本 北韩 乃至于中国大陆 彼此之间在太平洋海底下 这时候也在进行尖锐的对抗战 日本最大艘自制潜水艇赤龙号 3月才盛大举行下水仪式 长84公尺 宽9公尺 排水量2950吨 日本第八艘苍龙级常规动力潜艇赤龙号 就停在广岛县 无视军港 赤龙号是日本18艘潜艇中最安静 也是最大最先进的一艘 那种 不然 感觉很软 感觉很差 因为脱音提言 很软的 级静音是潜艇重点要素 代表隐身性非常强 不已被发现 就在服役七个多月后 日本媒体爬下之座五公尺铁梯 首次登舰 走到只能一人同行 这里是赤龙号的心脏 法号室 没有方向盘 也没有任何一扇窗 究竟潜水艇怎么开 这两根操纵杆控制方向 而放水增加外围水槽重量 就能往下沉 加入空气将水排出 潜见即能播出水面 整艘赤龙号 群口四十五岁舰长 路边阵域 艺人 发号司令 然关注海底动静的重责大任 落在这群雷达士里头的事关身上 基本上海中是静的 但是 鱼的声音 或者鱼的声音 也就是普通的小船 因此全体六十五名士兵 在潜艇内都要很小声 任何一点声音 都可能遭敌军发现 危及全舰性命 再往前走 位在赤龙号的龙头 就是发射室 里头装满八十九型鱼雷 惊奇的是鱼雷正下方 近视官兵们的床 真的很狂 很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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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狂了 太狂了 减少空间 鱼雷士士官和飞弹睡在一起 每到战动训练 舱内亮起红灯 全体集合 绝临前开始 日本以一年一艘的速度 建造苍龙机潜舰 被誉为东亚的雪下杀手 且都以龙来命名 最新的这艘赤龙号 目前尚无正式任务 只接受模拟战斗训练 同时在海底秘密监视 搜集情报 能够自制潜艇 日本十八艘数量 世界第七 但距离它的盟友 美国拥有七十二艘潜艇 远远少了五十四艘 加上战败国 无法制造核动力潜艇 日本只能看着盟友 即临近各国 耀武扬威 五天前美韩联合军演 美国派出的是 二亥二级核动力潜水艇 密西根号 超过一百七十公尺长 排水量高达一点九万吨 装备一百五十多枚 射成超过两千公里的战斧飞弹 例如太平洋地气舰队的密西根号 是世界攻击性最强的潜水艇 开到东北亚军演 就是要给金正恩 夏马威 老美七十二艘的潜水艇数量 也只能排第二 谁排第一 绝对会让你一破眼镜 年龄出海视察潜水艇 北韩以八十艘潜水艇 排名世纪第一 去年一月 金正恩甚至登陆潜艇内 绿色船身 北韩潜艇都长这模样 战后R级苏联制潜水艇 论年纪大多已50 60岁 不像日本用龙命名 北韩的潜舰多是取名鱼类 有鲑鱼籍和鲨鱼籍 只是这些潜水艇除了老旧身瘦 排水量更小到只有200吨 还有个致命的缺点 非常吵 1996年就有一艘北韩鲨鱼籍潜水艇 触礁南韩江陵 当时26名北韩特工 从潜艇上的洞口逃跑 活逮了一名特工 如今北韩东西两岸 到处看得到潜水艇 目前已有一艘1700吨的鲸鱼籍潜舰 去年北极星一号及二号潜射飞弹 就是借由这艘潜水艇发射 美国勤制单位更爆料 金正恩企图打造北韩最大潜舰 排水量2000吨荆棘星浦C 目标22艘 甚至预测发射北极星三号潜射飞弹 只有可能是金正恩造潜舰的最终目标 也因此北韩双十党庆 中国十九大至今毫无动静 就是因为它正忙着伟大的盗简计划 一旦潜艇部队成军 22艘北韩金极潜艇 加上原有的80艘 北韩潜水艇将破百艘 继续稳坐世界第一 东亚雪下海域成为世界潜水艇 最火药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